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这个里面是变种的 不过不到最后一刀都不用放弃 四乘四十就这么一刀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毛大叔 很久不更新了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做育人真实的日常 哈喽三哥 这个你多少钱买的 一万一嘛 一万一这个价格的话 这种品质还是能接受的 这个黄够厚 就签那个黄出来做 能不能做人管或者龙啊 一块牌子卖个三十千块钱 要不要合伙了 我先研究一下 一分钱都有一分钱的用法 精打细算 所做人的标准 正常看到这一块石头 大家可能会有点失望 啊这个也叫翡翠吗 但其实一万一这个价格 买这个石头的话 我是觉得有钱赚的 这个签面的话 首先我们能在上面打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差不多能打四个牌子 一个牌子我们打均价 一千五百块钱左右 那就是四乘一千五的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位置 它就有一万一了 做生意肯定要赚了 那我们赚就是赚下面的这一部分 还能够下一二三 应该还能下三片左右 我们虽然打价格 是按照这样子横着去打的 它的满黄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赚的更多 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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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wk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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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